Pokemon 搞磊時間 好 歡迎回到陳皮妹頻道 繼續我們的Pokemon 搞磊時間 看到這張圖就代表我第一單的五星之旅 就已經完成了 所有的三四五星的搞磊卡已經齊了 一二星我就沒有吵 這條片除了講這件事之外 最重要是告訴大家 第二彈我們需要些什麼卡 未講之前大家都應該會關心 第二彈究竟什麼時候來 我們不如參考一下台灣的經驗 好 這個就是台灣第一二三彈的上市時間 第一彈是2020年12月5號 第二彈是2021年2月4號 第三彈是2021年4月8號 第四彈就不算 因為疫情關係很久 第一二三彈 每彈相隔的時間 大概是2個月左右 香港我們就要推算 日上市時間 其實大概是 10月13號的2個月左右 大概是12月10幾號 如果香港是跟回台灣的每彈分佈時間的話 即是還有幾天時間 就差不多要轉第二彈了 除非他們不是 如果這幾天要轉第二彈 如果要轉一個List的話 10隻的5星 接著又有14隻的4星 是大家主要目標 1 2 3星大家應該可以打到 是4 5星大家需要準備一下 我們就逐一看看 每一張卡的屬性弱點是什麼 接著我們再考慮用什麼卡 好 第一張4星就是這個奇異花 那屬性是草 那毒就不用了 因為大家要記住 在這個Pokemon夾來的卡 招式就代表它的屬性 那第二個副屬性其實就影響不大 那 還有這張會有2色move 那它的屬性的弱點 就是這個5個 冰 火 毒 蟲 飛 記住 我們最後會一次總結 第二張是4星的噴火龍 那屬性是火 弱點就是地 岩 水 第三張4星是水戰龜 屬性是水 那弱點有2個 草 和電 第四張就是輪琴貓 屬性是電 弱點是地 第五張是卡比獸 屬性是一般 這個弱點是格鬥 第六張是這個 甜懶美後 屬性是草 那弱點是冰 火 蟲 毒 飛 即是飛行 第七張是這個波士可多拉 屬性是鋼 那弱點是格鬥 火 地 草 第八張是中癌狼人 屬性是癌 弱點是格鬥 地 草 水 鋼 第九張也是中癌狼人 有不同的速度 屬性也是癌 所以弱點也是一樣的 第十張是暴飛龍 屬性是龍 弱點是冰龍 和妖 第十一張 四星是巨金怪 屬性是鋼 弱點是格鬥 火 和地 第十二張是雷吉洛克 屬性是癌 弱點是格鬥 地 草 水 鋼 第十三張是雷克艾斯 屬性是冰 弱點是格鬥 火 岩 鋼 最後第十四張四星是雷吉斯 奇魯 屬性是鋼 弱點是格鬥 火 和地 然後到第一張五星雷吉奇卡斯 屬性是一般 弱點是格鬥 第二張五星是帝牙努卡 屬性是龍 弱點是冰龍妖 第三張五星是帝牙努卡 屬性是龍 所以弱點是冰龍妖 第四張五星是騎拉帝立 是高防版本 屬性是鬼 弱點是鬼和惡屬性 第五張也是騎拉帝立 這是高攻版本 所以屬性和弱點也是一樣 第六張五星是太陽索爾加雷歐 屬性是鋼 弱點是格鬥 火和地 第七張是月神露內 阿拉 屬性是鬼 弱點是鬼和惡 第八張五星是達克萊伊 屬性是惡 弱點是格鬥 妖和蟲 第九張五星是阿爾袖斯 屬性是一般 弱點是格鬥 最後一張五星是比卡超 屬性是電 弱點是地 介紹了四五星的卡 之後 製作了一個Excel表 有兩條綠色的 綠色是電屬性的輪琴貓和比卡超 因為第一彈都沒有地面屬性的卡 所以我暫時不理會 如果要打的話 就用回那兩張鑽石珍珠的 優勝卡就可以了 接著就看到有很多格鬥屬性的弱點 先記錄所有格鬥屬性 一記錄就沒有了十二張卡 先記錄所有格鬥屬性 接著就看到有很多冰屬性 但因為第一彈是沒有冰屬性的卡 第二彈只有一張卡 所以我們不會考慮 然後退而求其次 我們會選龍屬性 接著就看到鬼屬性和惡屬性之珍 但因為惡屬性一彈只有四星炮烤虎 二彈只有達克萊伊 鬼屬性就多些選擇 一彈有月神 二彈有月神和騎拉帝 所以我就會選擇鬼屬性來選擇 接著 因為沒有重屬性 接著也有毒屬性很少 接著飛人屬性只有Lugia 沒得選擇 就一定會選火屬性的卡 來針對 最後 水箭龜當然會選電 因為電的選擇比較多 而四星噴火龍 就選水屬性 這個表就完成了 最後就用了六個屬性 重溫一次 就是加兜 龍屬性 鬼屬性 水屬性 電屬性 以及火屬性 有什麼卡推薦給大家呢 首先就是介紹架鬥屬性 第一彈有兩張 孫雀雄 以及魯卡利歐 如果不夠打的話 其實可以用火屬性 因為很多跟架鬥屬性的弱點有關 都會跟火屬性一樣 用主要兩張打 因為有二色move 不夠打就換一張火屬性 好 接著就是龍屬性的推介 一彈有四星的啟暴龍 雖然他的招式move 不是龍屬性 但本身的招式技能 是龍屬性 另外強烈推介 你快點去買這個 P卡這兩張 深水堡有兩個地方 深之都和黃金 都有賣70-80元 快點買 另外第二彈有很多龍屬性 有布菲龍 有蒂亞勞卡 以及派爾奇亞 這兩張 所以有很多選擇 好 接著就是鬼屬性 有追射樹梟 以及月神 第一彈 第二彈的鬼屬性 就是奇拉帝爾 以及月神 選擇相當多 大家記得 快點打這幾隻 好 接著到水屬性 第一彈有西斯海王 另外水戰鬼 以及兩隻水軍 首選是五星水軍 以及四星的西斯海王 因為西斯海王 有二色Move 十分之痛 一定會逐 OK 好 到電屬性 有 一彈的比卡超 四星 然後有兩隻雷弓 以及五星的卡本命名 用比卡超 一彈打完就死 然後卡本命名 或者五星雷弓 自己選擇 OK 好 到最後的火屬性 一彈有七彈 千跑 苦焦 二色Move 是火的 你可以用完就算 然後噴火龍 三彈 然後炎帝 兩彈 然後鳳凰 一彈 十分之好 二彈那張 噴火龍是有二色Move 你隨便使用 這就是我的推介 總共一彈 一彈的 就有22彈 你們可以準備定 如果你有任何意見 就歡迎在這個留言 留言告訴我 有任何錯 你也可以告訴我 OK 那麼這條 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有最新的第二彈 消息 我就會再拍一條影片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就按個讚 訂閱頻道 追蹤IG 我們下一條 Pokemon 搞力的影片 回來再見 拜拜